好看 这是干吗 你怎么给他闻了这个 他才多大 贴纸贴纸贴纸 你小时候没玩过 就算是贴纸也不可以 真是搞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在身上 你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干吗呀 人小孩喜欢刚贴上 你干吗给人擦了呀 你看擦不掉了吧 明天还得上学呢 行了 回家弄 乐乐 跟我走 走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八点半我会送乐乐回去 你听不懂啊 她是我的女儿 我什么时候来接她 她什么时候回家 这种地方再待下去 肯定就学坏了 乐乐 跟我走 等会儿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怎么就学坏了啊 简小姐 或许在你眼里 这也叫做艺术 但在我看来 这根本就是一种 独入流的行为 你就直接说 这是流氓行为得了呗 这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还有我拜托你 请你不要再接触我女儿 就算她再来找你 请你直接把她 送到派出所去 她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啊 你明明知道 她最怕警察 还送她去派出所 你有没有您功德心啊 这跟功德心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让她留在这里 讲不得了 抓得动手 这还不是流氓啊 她是我女儿 对她做什么是最好的 我最清楚 乐乐 跟我回去 我不要跟你走 我要跟姐姐一起 乐乐 你会说中文呢 那你以为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让妈妈来电话 你别动手 你干嘛呀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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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嘛呀 乐乐 你出来 乐乐 这不是乐乐吗 你没事啊 怎么又回来了 我怎么又回来了 乐乐 开门开门 你找谁呀 我是乐乐的爸爸 你放屁 你就是个烂仔 谁说 一咋谁说 你真的是乐乐的爸爸 我是 是 他的确是乐乐生物学生的爸爸 就是那个嫌乐乐麻烦 自己要结婚不想要乐乐 把乐乐卖给人饭子的那个人 什么卖给人饭子 谁说的 乐乐 是不是你说的 你出来 你 你干这一步生生 你走一步生生 你还讲不讲理呢 她是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为什么来找我啊 你的女儿为什么不跟你走啊 你的女儿为什么不跟你走啊 你的女儿为什么在我们家 你又为什么在我们家你说啊 为什么 好 我没法跟你说了 乐乐你出来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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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数到三 你可不跟我走 我不 酒店不是一家 而且你每天都不陪我玩 还要不要死了一个月 都不能回家学校去 你还要学会 你每天都喝酒 我不可以走 你还要来接我 我 这 这就是什么事啊 她跟着警察去了 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也看到了 乐乐离家出走 又上店里找我去了 乐乐 你爸爸把你走了 乐乐 真的住在酒店啊 你妈 你妈为什么要你去找你爸呢 别问了 可怜孩子 都别说了 我饿死了 我没吃饭呢 走 我给你坐 喂 张律师吗 我颜道姓 有件事想请教你 好好的腿怎么又出毛病了 自打昨天小木一走啊 你小宝啊 她就哭个不停 非得要人抱着 我看她睡得好好的 给她往床上一搁 她又哭 你就抱了她一天 是啊 你别看 这人小啊 挺压胳膊的 你说你们这城里的孩子 怎么就那么难待了 这难待不是因为她是城里的 还是城外的 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那孙子 我看她是她爸跟她妈的事太多 这年年还会去找叶嫂吧 必须得找啊 你自己根本撑不下来 哎哟 不知道她又要去找一个多贵的月嫂 哼 你妈呀 卖上三个月的海的 还不如月嫂一个月工资呢 嗯 你们也看见了 是乐乐来找我的 不是我去找她的 是 是 不是你去招惹她的 可是呢 现在乐乐的爸爸来了 你看你激动得跟个斗鸡似的 见义有为 也得分什么事啊 不分啊 我怎么不分啊 这是事儿找我 又不是我找事儿 乐乐那可怜样 她爸那青春样 你俩要是没见着 我怎么着 让她爸把她带回去 下不了 乐乐我火磕了你们退吗 这时候赶不出来 什么白道理啊 人乐乐她是个孩子 她不是小动物 妈 说说她呀 哎 哎 这个 你的好意我们都知道 可乐乐 毕竟是人家的孩子 咱们凭什么管呀 就是 我们家 就是太幼稚 我没想那么多 这事儿已经找上我了 我就不能放手 那不是我的风格 你们不是一直教育我 要我正直吗 现在我正直了 怎么反而有话说了 你俩不是一直 号称女装豪杰吗 怎么现在这么弱呀 我让乐乐回去了 你俩就踏实了 就能睡好觉了 就能做个好梦 可是她现在在家里 我睡不着啊 那你说 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你搞纹身 已经突破了 我们家的底线 现在呢 你一个大姑娘 你还没结婚呢 你带个孩子在家里 这 火都要崩溃了我要 她在跟你打招呼 不好意思啊 老让你失望 那这下一步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好了不说了 天也晚了 就让孩子先住下吧啊 明天再说 好吧 好吧 行吧 你就先这样 明明来 来 好 我听得笑 在这边 有一群小鸭子 小鸭子 小鸭子 要上学校 要肩膀小鸭子 我要上学校 在肩膀小鸭子 静心 觉不觉的啊 自从生了小宝之后 咱家好多事都挺不顺的 没觉着呢 您说我吧 工作事先不说了 危机四伏的 我跟你妈本来关系那么好 现在也开始掩着藏着 小心翼翼的 我们又出这么当的事了 咱俩不许闹分练啊 这话说的不可能 还没说你呢 你变化更大 我怎么了 你原来什么时候叠过衣服啊 你看你现在叠的 现在一下子班进屋 就抱着小宝还唱什么小鸭子 够反常的啊 嘿 这话说的 我身份性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一个父亲 懂吗 那能跟你钱一样吗 嗯 而且我觉着吧 对孩子 经济上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得父母多陪伴的 明白吗 是 没钱 光陪着有什么用啊 嗯 你看咱们家鞋子乱 嗯 又是找月嫂也不至于这样 你妈也不同意 你外里不是还是钱的事啊 嗯 嗯 我警告你啊 你不许跟你妈一块儿 喝酒回来对付我 哎 这话说了没良心了啊 我妈还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家好啊 没别人说话 我跟你说啊 建妮 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它都有一个发展规律 你现在之所以看不清楚 是因为你 你太焦虑了 你知道吗 你放松自己 你平静地来看这个事物 你能看清楚 嗯 反正我觉得生了小胞以后 我的人生已经不按照我的 一直没转移地再变了 你能不变吗 你生化了呀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 懂吗 可我变得没战斗力了 我不主流了 我还丑了 我成一老女人了 你要那么漂亮干嘛呀 谁看你呀 你也已经离孩子妈了 跟你说没意思到吗 姐娘 你的青春已经彻底咔嚓 终结了 这真的吗 难道不是吗 你致死以后的每一天 都不再是为你 而是为我们家宝宝而存在了 亲爱的 不行 明天我会给Jack给我打电话 问我工作怎么安排的 要不所有人都以为我心虚了呢 没事 妈妈 妈妈 我不是都老女人了吗 怎么还脱离不掉D级区位啊